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享受到的各式各样先进的3C影音产品 可是呢在20多年前呢 从这平板显示器演化成了彩色电视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这东森美洲电视台在这个星期的奖量化的这个Chats的单元当中 就要为您邀请到了当红的赛普特电视的CEO 来跟您分享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来席卷美国主流影音市场的赛普特电视机 其实是由华人创业的IT高科技团队 总经理Steven Liu受邀上东森奖量化节目Chess大师系列专访 他说在30年前做Monitor显示器起家 93年研发推出了14寸的平板显示器 大家是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电视机 那个时候一台市场的掌情价 那一排这种平板的Monitor 我们在纽约发布消息的时候是2500块 14寸 14寸还不是真正彩色 什么叫不是真正彩色 那个时候的技术没有成熟 还不是所谓的 靠近画质的那种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非常的兴奋了 经验 太可怕了 彩色时代来临 Steven强调 搞IT的人在实验室拼命地研发技术突破 从显示器跨入平板 就面临了技术和市场的瓶颈 从IT又大胆跨足进入CE消费性电子商品也是重大的决策 但是产品出得太快消费者也是怕怕的 叫好不叫做没关系 不在乎成本 就尽量投资去研发新技术 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消费者是很开心的 东西一直出新的 但最后好像变成消费者很怕了 因为我今天买了东西明天就折旧 此外奖量化使用的法律人生单元 本周许律师回复关于使用白皮书 也就是回美证的注意事项 以及绿卡转公民的计算方式 而家长最不易错过的升学全方位单元 谈到了高中最后一年 12年级该做些什么 来为进入名校做最后的冲刺 12年级的大学申请资料 是高中四年的努力的总结 也是真正能够决定 学生是否能够进入理想大学的最大因素 所以一定要在申请资料上 能够凸显学生的人格特质 以及无限的潜力 并且能够符合学校 所希望能够招到学生的特质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 学生四年的努力 能够踢出漂亮的临门一角 好了 本周讲了话 节目精彩的内容 尽请锁定东森和超市频道 保证您会有不错的收获 东森新闻 范首尹红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